我们现在讲一般参数一下曲率与脑粒的公式 就是CurveH 在一般参数表示下 那我们怎么样去求它的曲率与脑粒 还有它的基本的free net frame 我们前面讲的都是在弧常参数下 因为在弧常参数下 它的表达是比较 它这几个这五个量 这个单位切向量 单位法向量 负法向量和曲率脑粒 它们的表达式都比较简单一点 那是不是我们在一般参数下也可以去计算呢 那我们可以去算 我们可以去计算 那首先我们看三个基本的 三个基本的这个向量 这个t我们已经知道了 可以写成r关于t的 这个是如果曲线是写成r等于rt 那么单位切向量 这个好算 我们把切向量单位化就可以了 那么单位法向量 在这个情况下 求导数极其不好求 因为这又是向量又是数量 而且这个数量还是一个 这个数量是一个磨场 我们不是很好计算 算出来也挺麻烦 表达表达式也挺也挺复杂 那我们可以用一下别的方式来解 我们先算 我们先去算负法向量 我们先去算负法向量 那我们可以知道 t是等于这么多 而且我们也知道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t 好我们本身是d r d s 实际上可以 然后是t等于d r d s 那我们这个r关于t的导数 它就是我们dr 我们可以这么写吧 写成r关于t的导数 这个长度乘上一个t 也就是说r关于t的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d写成d s d t 这个我们已经算过了的 那么写到这边来 是t乘上d d s d t 那我们要算 我们的计算方式 我们是希望把所有的这个 三个向量都用r的一阶导数二阶导数来表示 因为我们在无常参数下 我们已经发现了 这三个变量 这三个向量都是用r的一阶导数二阶导数来表示的 那么r t的一阶导数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 如果 如果我们把这个 就这么写吧 那我们再看 r关于t的二阶导数 我们是等于d d t 这是r关于t的一阶导数的长度 再乘上t 那我们根据 那我们根据这个 product rule multiplication 那么dd t 然后我们对这个长度 求导数 好 然后再乘上t 再加上我们这个r关于t的长度 再乘上d t 再 dt 但是我们这一部分我们再用这个 胡常参数把它 用称入把它化成胡常参数的那个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前面的内容 利用前面的内容来进行简化 好 那这个等于什么呢 这个 再加上不是等于 再加上r关于t的导数的磨常 那么再次dr dr 我们不是 这是dt 这是dt 那我们可以写成dt ds 再乘上dsdt 那么就会变成什么呢 ddt 这是r关于t的导数的长度 再乘上t 再加上 那么这个又是r关于t的导数 和r关于t的导数 长度的平方 再 dt ds dtds 我们用s 我们用freenet公式 好 用freenet formula 这个平方dtds 是ks乘上 我们n 也就是说r的二阶导数 r的二阶导数 它是一阶 它是单位切向量和单位法向量的 一个线性组合 是一个线性组合 所以我们把这个 那一阶导数 一阶导数是单位切向量的线性组合 就是单位切向量同方向的 那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t乘上n 是等于 是等于b的 那我们就 那我们看一下 用这个公式 这里有t 有n 这里有t 我们就可以先把 它们两个做差几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有这个t乘n出来 也就是说 我们r的一阶导数 差几 r的二阶导数 就会等于什么呢 啊 就会等于 啊 这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式啊 r的一阶导数的长度 乘上t 然后我们 差几 这是d dt r 关于t的导数的长度 再乘上t 再加上r 关于t的导数长度的平方 再乘上ks 再乘上n 那我们看一下 差几的话 我们这可以分开 因为这右右边 右 第二项 这是第二项 这是加 第二项是加 所以我们可以分开 但是t 差几t 这是等于0的 所以就 所以就会等于什么呢 所以就等于 r 这是ks 乘上r 关于t的长度的三次法 啊 关于t的导数的长度的三次法 再是 t 差几 n 那么 这个是我们的b 所以 等于 ks 乘上r 关于t的导数的长度的三次方 再乘上b 那我们b就算出来了 所以b是等于 t 不是 就是r的关于t的一阶导数 差几r关于t的二阶导数 除以 除以 除以k s 再乘上r关于t的导数的长度的三次方 好 那 那 这是 这是我们的b 那么k 我们直接也可以算得出来 好 b已经得出来了 好 那么 等于 k s k 始终是大于零的 然后 再乘上r关于t的 一阶导数的三次方 一阶导数的三次方 那 b的长度是1 b的长度是1 所以我们得到ks 是等于 r关于t的一阶导数 差几 r关于t的二阶导数的长度 然后 再除以r关于t的一阶导数的长度的三次方 好 k s 和 k 和b 就得到了 那 我们 好 这是 这个是我们的 好 我们得到这个t是这样得到的 那么 b是这样子得到的 那么 k 是这样子得到的 那 然后 我们 那么 只剩下n呢 n 就是 我们的 b 差几 t 我们用右手细 所以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样的结果了 那 我们先把b和t算出来 b和t先算出来 实际上我们也只需要算一阶导数二阶导数 然后 还要算磨长 算几个磨长 算几个磨长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嗯 嗯 啊 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个 嗯 我们还需要知道torsion 我们还需要知道torsion 但是我们 torsion 我们用b和torsion 我们用b和torsion 公式 去算 我们要用b和torsion 公式去算 好 那我们可以用2阶导数的这个 2阶导数 它这个公式来算 我们知道2阶导数是 啊 d 啊 我们把这个写在这里 除以d t 然后t 再加上 嗯 我们的 ks ks 乘上r 它关于t的 导数的 长度的 三次 平方 n 在这里 我们知道 对n求derivative 用b和n 公式 对n求derivative的时候 会 嗯 会得到它的 这个torsion 好 那我们看r 关于t的 三阶导数 那么 关于三阶导数 那么我们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会有 谁会有torsion呢 那么我们知道 n里面会有torsion 这里面 这里 这一项怎么样 它都会 只跟t有关 嗯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一下 分项来算啊 我们看r三阶导数 因为我们只需要知道torsion 那 这个求导数乘上t还是t 那么这个 这个乘上它的导数 是 这个是只跟n有 只跟n有关的 所以这一项 只会 只会出现t和n 所以 这一项只跟t 只会有t和n 那么我们可以写成是 lambda t乘上t 再加上t 再加上mu t乘上n 我们不管怎么样 这个lambda 会mu 我们不管 那么 这一项求导 关于t求导 那么 后面是n 这一项关于t求导 也是后面的下降是n 所以它不会有 不会有 有什么东西 那问题 那问题是 对他求导 对n求导的时候 才会有torsion 出来 因为我们有 伏人在公式 有 那关于tn 我们知道 dn ds dn 首先dn dt 我们可以写成 dn dns 再乘上dsdt 所以是等于 dsdt是r关于t的导数的长度 dnds是什么呢 负的kst t 再加上torsn torsb 是torsb 好 那么也就是说 这里 那么 跟t 跟t有关的 我们可以放到第一项里面去 那么 那么剩下的是这一部分 那就是 会 会出现了什么呢 会出现 k s 然后tors 这是 这里 还有 一阶导数 那么这里 还有个一阶导数 所以 dn d s 对 那么就是r 关于t的导数的三次方 就是 某场的三次方 我们用的是这个公式 用的 Foreignet公式的第三个 第二个 所以r关于t的三次方 那么我们再 这里还有乘上一个b 那我们可以通过 那我们可以通过插乘 我们可以把这个 tors 可以算 用点击可能更简单 因为这有两个 有t和n 那我们用点击可能更简单 那么三阶导数t 我们点击b 或者我们b是b 那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吧 点击 因为我们b是通过这个公式给出来的 b是通过这个公式给出来的 所以我们直接点击 右边 左边的rt 插阶 r 2阶 t 那么就会等于什么呢 那么我们知道 t 所有的t 下 所有的t的下 和n的下 都没有了 所以就会变成什么呢 就会变成点击以后 因为b 右边都是b 所以就变成ks的平方 然后是tau s 然后 是rt的三次方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个是r的三阶导数 tau v平方 k平方 k的平方 这是ks的平方 tau s 那么还有就是r关于t的导数的六次方 这是三次方 前面有个三次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tau s 就把它除处 除过来了 就是r关于t的三阶导数 点击r关于t的一阶导数 然后 再除以k的平方 k的平方 k的平方 然后是我们可以写成kt或者k 我们都把它改成t吧 tau的平方 然后是r关于t的导数的长度的六次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了r五个项目都有了 只是这个式子看起来不是很 不是很容易 那我们看一个立体 用英语的写 我们看一个立体 我们如果是r 我们弄一个简单一点 r等于 这是t加上cost 然后t-cost 然后是根号2 sin t 我们找 t n b k 这就是t tau 那我们都要把它找出来 我们怎么样去解 去解 那我们从刚才的计算来看 我们也就需要求r的一阶导数 二阶导数 三阶导数 那我们看r关于t的一阶导数 r关于t的一阶导数 就是 1-3t 1加上3t 和根号2cost r关于t的二阶导数 就是 负的cost 然后cost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单位切向量 就是 2-3t 单位切向量 单位切向量 我们先 直接写吧 单位切向量是r关于t的一阶导数除以r关于t的一阶导数的长度 那么r关于t的一阶导数的长度 根号下1-3t的平方 1加上3t的平方 再加根号2cost的平方 所以就变成2 好,我们在这写吧 根号下1-3t的平方 加上1加上3t的平方 再加上2被cost的平方 那这是2-2倍3t 再加上3t的平方 2加上2倍3t 所以结果这个是 根号下2 根号下2 根号2 2加上2 这等于根号4 根号4 这是等于2 好,那就是2分之1 1-3t 1加上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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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根号2 cost 这是单位切下量 好,那么我们看 我们一般参数下 我们先算b 它是等于r 关于t的一阶导数 差几 r关于t的二阶导数 除以k 那我们要先算k 我们要先算k k k刚才我们已经得到的是r关于 那我们先算k k是 r 一阶导数 差几r的二阶导数 除以r的一阶导数的磨成的三次方 那我们要把这个要先算出来 是ig k r关于t的一阶导数 1-3t 1加上3t 和根号2 cost 二阶导数是 负的cost 和cost 然后是 负的根号2 3t 我们看一下i 那么写到下面来 那就是1加上3t乘上负的根号2 3t 1加上3t乘上负的根号2 3t 然后减去 减去根号2cost的平方 j j是减 那么 是1-3t乘上负的根号2 3t 减去 那负的cost乘上1加上3t 不是 乘上根号2cost 根号2cost 好 这是j 那么 再加上k k 就是1-3t乘上cost 减去负的cost乘上1加上3t 1-3t 这是1加上3t乘上负的根号2 3t 就是负的根号3 2-3t 减上根号2 3t的平方 那么这又是根号2cost的平方 所以是1 所以是1 所以是根号2 嗯 负的根号2 3t 嗯 那负的根号2 嗯 那么就是1 看起来 看起来 1 负的根号2 这是负的根号2 3t 负的根号2 嗯 然后 这是负的根号2 3t的平方 那所以是1加上3t i 好 那么我们看g 就是g 就是负的根号2 3t 然后加上根号2 3t的平方 再加上根号2cost的平方 所以是 嗯 也是根号2 减去根号2 1 嗯 1-3t g 然后再k 我们看一下k 嗯 是 cost 减去3t cost 这是 加 相当于这两个是 加上cost 3t 再加上cost 那么就是cost 2倍cost k 好 这是 是 差级 那我们k 是 差级 我们要我们要先给他算磨长 而 一阶导数 差级r的二阶导数 它的长度 它的长度 那么是根号下 2 2倍1加上3t的平方 再加上2倍1-3t的平方 再加上4倍cost的平方 是 是 等于 那么 2 就 这就是2 再加上2 就是 4 那么 3t的平方 加 2倍3t的平方 2倍3t的平方 再加4cost的平方 那么就是 yes 加起来正好4 所以等于根号8 等于2倍根号2 所以k 是等于r的1阶导数 差级r的2阶导数 这个磨长 再除以r的1阶导数 磨长的3次方 那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是2倍根号2 这个是2对3次方 等于8分子根号8 也等于根号8 所以也是2倍根号2 好对反了 根号8分之1 是2倍根号2分之1 根号8分之1 那 我们b 是等于r 关于t的1阶 差乘r关于t的2阶 除以rt的这个磨长的3次方 还要乘上一个k 啊 这还有个k 我们的b 这里还有个k 在这儿 好 再除以k 在这分 还要乘上一个k 那么r关于t的3次方 就是2的3次方 就是8k 是2倍根号2分之1 所以就变成到上面去 就变成根号8了 还是根号8分之1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 在 就是 负的根号2 1加上3t 好 负的根号2 1-3t 和2倍cos t 好 根号8分之1 2倍根号2分之1 那么除进去 等于负的 2分之1 1加上3t 负的2分之1 1-3t 然后是 这是2倍根号2分之1 所以是根号2分之1 cos t 这是b 好 那我们已经算了有t 有b有k 那么还差两下 那么tau 我们先算tau 还是先算b 我们先算n 吧 不是算n n等于b 差几 t 又是 是 负的2分之1 这是i g k b 是负2分之1 1加上3t 2分 负2分之1 1-3t 然后是根号2分之1cos t 我们的t t t是2分之1 1-3t 1-3t 2分之1,1加上3t 然后是根号2cost 根号2cost 这个 我看一下 2分之1乘上根号2 2分之根号2 这是i 负的根号2 1-3t 负的根号2 1加3tcost 1-3t乘上cost 所以是i就是2分之根号2 负的2分之根号2 然后是cost 然后j 减去j 那么1加3t的平方 1-3t的平方 2个都是加起来 1-3t的平方 加上1-3t的平方 所以结果是 2分之根号2 好,我看一下 是不是还有 哦,这还有根号2 所以把这个要,这个要点 这个不要的 那么就是 负2分之根号2 1加3t乘上cost 2分之根号2 倍根号2 所以这个就是根号2 1-2分之1 根号2 分之1cost 再加上k 再加上k 好,再加上k 我们是 直接算啊 那就是 负4分之1 1加3t 3t的平方 加上4分之1 1-3t的平方 所以是 结果是 3t 那中间的 中间的没有了 啊 这是我们的n 那么还有一个t t t等于 我们的 刚才的算法 是 好 还要算三阶的 还要算三阶 我们还要先算个三阶的导数 这三阶的导数 我们看二阶导数 在这里 二阶导数 导数 啊 负的cost cost 那么就是 3t 负的 3t 然后是 最后 这里 是 这个是 负 更号 2 3t 那么负的更号 2 cost 那么 那么 他 三阶的导数 跟一阶的二阶的 插成的 这个 dot product 好 dot product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dot product 啊 这个 dot product 负的更号 1 加3t i 那么 乘上 3t 这个算起来就是挺麻烦 好 负的更 负 这是 3t 乘上 3t 乘上 3t 乘上 3t 这是 啊 我们 3t 已经算过了 乘上 1 2 3t 再 3t 然后 他们 二阶相乘是 负的更号 2 1 3t 负的更号 2 1 3t 咱们两个都是啊 第一个是 1加3t 第二个是 1-3t 那么 再减去 2 cost 那么 再乘上 他的第三个 是 2 cost 这是 2 cost 2 bcost 好 负的3t的平方 这是 负负负 3t的平方 所以3t的平方 没有了 2 cost的平方 这是3个负的 3个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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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个正的 这个部分 我看一下 这个是负的 1 这是负的 这也是1 也是负的 这也是1 这个是正的更好 对前面常数部分 约掉了 因为这是正的负的负的 然后正的 正的负的 所以这是两个 这是正的这是负的 所以这个是前面没有了 那么 更好2 3t的平方 加 减 负的更好2 3t的平方 再减上 更好2 3t的平方 再再 2倍更好2 扩3t的平方 负的2倍更好2 所以 所以tortion 是等于 我们这是 3接 点击 这个 1接乘上2接 然后 再除以 我们再除以 k的平方 和 它的6次方 这是k的平方 我们在这里看 是k的 这个没有 桃子平方 写错了 好 是k的平方 这个的 1接导数 1接导数的 这个 我这里写错了 没写好 1接导数的 长度的6次方 所以 我们看 这是k的平方 和 它的6次方 那么 上面是 负的2倍更好2 k k是 根好 八分之1 k 我们刚才看到 是根好 八分之1 那么 倒过去 那么还要乘上 一个 2倍更好2 那么 这个6次方 就是2的6次方 所以 所以负 2 所以 负8 这是 64 所以 负的8分之1 嗯 是负的8分之1 那我们这里 k的平方 这是k的平方 k的平方 那么变成8了 写错了 所以 k的平方 是8 所以 k本身是 根好8分之1 所以到上面是8 这是64 那么 负的 呃 八分之 更好8 所以是 更好8分之1 所以给你负的2倍更好2分之1 这是它的托神 它的托神 这个一般参数下 这个计算太复杂 如果能够可以的话 我们尽量用 虎长参数 那我们可以给它一个summary 啊 t是等于 r 关于t的一阶导数 除以 他一阶导数的长度 那么b 好 b是等于 r的一阶 差几 r的二阶 除以 r一阶导数的三次方 还要乘上一个k 好 分母还要乘上一个k 那么n 是 等于 b 差几 t 我们在一般参数下 我们是要先算bl 然后再去算这个n 那么k 是r的一阶 差几r的二阶 然后求 长度 除以这是r关一阶的三次方 好 t 这是r的三阶导数 点击r的一阶 差几r的二阶 那么除以k的平方 r一阶导数的长度 的三次的六次方 这是我们最后的公式 当然我们要如果能够知道怎么去推到它 那么这个你就不用自己记住了 好了 那在一般参数下 我们就只讲真 我们就讲到这 因为已经讲的够长了